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决冲突 第二个就是预防治疗疾病 那这个治疗疾病是我们在推的 最近在推的就是 这个防止小毛麻痹 杜绝小毛麻痹 那现在全世界的小毛麻痹的病例 只剩下不到20个 那这个今年这两年内 就会变成零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第三个是水及卫生 全世界我们台湾的很幸福 我们有水跟卫生的设施都很好 那世界上水跟卫生 没有很清洁的地方太多了 比如说菲律宾 还有这个非洲 还有这个我们东南亚 有很多水 它都不合格的 没有很干净的水 那也没有很安全卫生的这个环境 那第四个是母亲及儿童健康 那就是我们也到了这个比较落后的地区 譬如说是非洲 那去设置了一些对于这个母亲 胎儿的健康 那这个都帮助他们很多 第五个是基本教育及试制 这个呢 包括我们这个偏向地区的小孩 我们自己在偏向地区里面呢 讲英文啊 还有学外文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 很多的这个 这个学习啊 它都不够 所以我们会帮助它 基本的教育及试制 这是很重要的目标 第六个是经济及社区发展 那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社区型的这个 这个这个协会 那我们福伦社呢 也跟社区来合作 做各式各样的这个 老年老年人的这个这个 这个在宅服务啦 或者是老年人的这个 团康活动啦 或者是抽血啦 甚至于这个 推广这个 老人 独居老人的送餐服务啦 或者是这个小朋友 课后这个单亲家庭的小朋友 或者是我们这个这个 嗯 外籍配偶的这个 外籍配偶的这个 小朋友的课后的辅导 那这个是 我们最主要聚焦的六大领域 当然服务的方面是很多啦 比如说我们 一直推广了 快五年的这个 福伦之子 那就是对我们 比较弱势的家庭呢 小孩子每个月 给他有 每一个小孩都给他 一千两百块 那一年呢 我们就一年一年的这个 来增加这个 福伦之子的数量 原来可能是 全台湾可能福伦之子 可能现在是三五千个 那到了今年以后 会增加更多一点 因为大家认为说 这个帮助这些弱势的小孩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那三四六一地区 最主要要来做的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里面呢 比如说我们台中市政府 要来推广这个 每年要送一棵树 那因为我们今年的十一月初呢 会有一个这个 我们的这个 发泊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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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 所以我们要配合市政府 来推广我们发泊的这个 很多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 市政府要来用个 世界花费的博览会 那它这个里面需要很多的志工 或者需要很多的这种企业 来跟它认捐 或者赞助它 那我们尽量来配合市政府来做 这是今年的目标 那其他 2018、19年度啊 就是 今年的 2018年的 7月1号开始啊 我们的这个 三四六一地区呢 地区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是 文艺饗宴 运动强生 身心合一 文武双全 那希望大家都 身心健康 文武双全 明年度我们的计划 重点是 就是文艺跟运动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文艺 文艺的推广 比如说我们 有这个 要鼓励大家 或者是社区来读书 所以我们要捐书给 捐书柜 就捐书柜给这个读书会 它会全省来流动 流动让它这个书呢 有让老师专家来导读 这个小朋友 或者社区的人士呢 来读书 那这个书呢 就是由福瑞社来捐的 那它会交流全省这样 那甚至于 因为我们中部地区 很多的我们的子弟啊 都得到这个欧洲 美国的这个 很有名学院毕业的大奖 但是呢 虽然我们有一个 台中有一个国家各剧院 但是呢 年轻人没有演出的机会 即使有演出的机会呢 它的这个也卖票的票房并不好 所以我们要支持他来推动他的这个演出 让他能够让我们中部地区的人呢 能更有这个文力的这个气息 那这个是文力的部分 那运动呢 运动我们就更多了 我们有这个 当然我们有这个要来办这个年轻人 年轻人的暑假的 比如7月6号呢 我们要办这个街舞 街舞的这个比赛 街舞的比赛 那他要有各个国中啊 或者是高中来办这个街舞 来做一个比赛 当年轻人有一个正当的娱乐 那8月22号呢 要办这个3加3的斗牛 这个斗牛呢 高中有40对 男女各40对 这个国中呢 男女各20对 一共有120对 那这个里面呢 3加3的斗牛是要让年轻人在暑假呢 他有一个正当的运动 正当的娱乐 那甚至于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打 这个电竞 电玩电竞 电子游戏的竞赛 那也要由这个青年高中 来办这个电子 电竞游戏的这个 一个全世界的比赛 那这个都是让年轻人在暑假 有一个正当的娱乐 还有运动 那这个甚至于啊 更要提倡反毒 因为是现在社会上 不论是年轻人 或者是一般的人 对于吸毒的这个情况 有时候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要反毒 反毒要怎么弄呢 各式各样的反毒的活动 比如我们要用这个马拉松 马拉松还有这个舰走 到来来来去提倡反毒这个活动 甚至于用这个 用骑脚踏车的方式 返倒全省 然后呢 每一个骑的这个脚踏车的人呢 都要捐这个100块美金给世界的 就是国际浮轮社 国际浮轮拿来当这个 这个消除小儿麻痹的基金 那我们台湾可以捐到 可能三四万美金这么多了 因为我们有三四千个人会去 全省会来这个借力的 不是一个人去借力 把全省这样骑一圈 那甚至于 我们要有国际医疗的服务 今年呢 平常我们也都到菲律宾 或者到东南亚去医疗服务的 那今年我们要去布丹 布丹的这个医疗服务呢 国际医疗服务 这是一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六大领域之一的 这个医疗疾病的防治 那甚至于也有这个 和平的概念在里面 因为到那个地区去宣导我们的 这个和平的这个概念 那台湾的这个整个品牌可以打出去 那在社区方面呢 我们有偏乡的服务 还要进行把这个各种文艺跟运动呢 这个元素放到各式各样的这个 服务计划里面 那这个甚至于让偏乡的年轻人 来教他各式各样的这个乐器 让他有一个文艺的这种熏陶 那送他乐器或者请老师教他这个乐器 甚至于运动 有很多的这个 虽然是偏乡 但是他们这个运动的能力很强的 譬如这个有排球 排球是很强的 甚至于有这个网球 我们也会办网球的这个比赛 也有五秒球的比赛 那这种都是要增加文艺的气息 并强见底破增加生活的品质 这样 这是今年度2018-19年度 我们三四六一地区的一个 将要进行的目标 那也希望说 将来啊 我们会把这个整个 整个活动一直推展下去的